大家好,歡迎收看信網每週港股 今星期的嘉賓是信匯證券行政總裁沈鎮營 與我們分析大事走勢 沈大仙,你好 你好 見到港股今星期的表現,在星期初來講都蠻反覆的 意識結果公佈之前,其實恒指方面就冷日升冷日跌 見到美國昨晚二息後,一如市場預期沒有宣佈加息 美股方面先升後跌 不過見到恒指,今天的表現都不錯 低開四十七點後,無久就隨即反彈 最多方面升了過百點,曾經重上兩萬二樓上 其實看回市場,其實都開始講,十月會加息 其實大師,不明朗因素會否繼續困擾大市 港股方面的走勢會是怎樣 不明朗因素當然會有影響 但是其實你看清楚,耶倫港有關於十月加息 那個實際的訪問,其實有記者問他 那十月會否重要,會否加息 其實每個月都這麼重要的 十月都不說沒有機會加息 但是不是代表他顯示,十月一定加息 但anyway,怎樣也好 十月底前,由現在到十月底前 其實理論上,暫時對於息口的憂慮 應該可以放低下的 只不過這個都是一個明朗因素 會阻礙到股市大上的動力 但是也不是表示 因為這個想法,而令到股市有震盪的 反而港股會否出現在向下沉底震盪 或者向上的動力有多少呢 反而是重點回到A股和中國經濟方面 其實看到恆指的方面 看到現在在2萬2方面 其實站得穩的動力其實都不太強 接下來指數方面,我們要看些什麼位置呢 我想上面2萬2、2萬2千2 這些是一些大的阻力位 能否突破呢 我覺得就不可以看一次半次 因為你預算去衝兩三次才有機會 就向上突破的 所以暫時你破不了很正常 一定要破一些地位 要有一些誘因、有一些逐發點 譬如一些偵察或者一些因素 才可以打破的 衝了三次 我覺得暫時看回到的力不大 2萬1千7又頂得住 最多我想就是試一試2萬1千5 好了,如果回到真的頂得住2萬1千7 再撞呢 那2萬2千隨時在下個星期就會上破的 其實大師你剛剛都說到要看著內地股市 其實內地股市 這個禮拜來說 早段都幾反覆一下 星期二 A股方面 就曾經跌穿了3千點關口 包括見到有些內地的官員就出口術了 例如中國經濟今年可以補到7 人幣貶值方面的壓力 其實已經基本釋放完等等 見到A股了 今天就期結了 你覺得這個情況 接下來可否看好一點 我想A股只是反覆 在底部那邊震盪 那你說要大跌 我覺得機會真的不大 沒有什麼因素可以令A股再跌得深 除非就是做一些調節上的一些政策 或者令到它反覆做多兩次底 但是問題是再跌得深的空間 其實就不是那麼大的 所以這方面我覺得不需要憂慮 反而就是說現在引頸以待的 就是說究竟會不會有些具體的刺激經濟的政策 或者對股市利好的消息出到來 這方面我想就配合 比如說國家主席習近平要訪美了 在這裡會不會有些兩國之間的一個協議 或者一些政策 另外就是10月的五中全會 13批劃那裡會不會有一些政策 這些我覺得就是比較重要的 留意的因素 這方面如果有消息的話 後市是應該看得樂觀一些的 當然你說負面因素 我覺得來來去都是說 內地改革那個金融市場 場外配置這些這樣的問題 這些是有行數 我覺得就應該不大 講回加息方面 見到美國就沒有加息 本地地產股、錦礦股等等 其實今天的表現都挺好的 不過其實見到聯儲局就說到 其實今年內加一次息的機會都挺大的 這些跟加息這麼密切的股份 其實那個部署策略應該是怎樣呢 我想看兩樣東西 第一當然息就一定要加的 所以你說現在見這次 昨晚宣布沒有加息 那是不是代表方向看好呢 不是啦 只不過是一個技術性的反彈 第二就譬如說 主力是一些地產股 它是適合敏感的 好了你看看香港的樓市 除了加息的因素 香港的樓市再向上升的動力有多大 現在這個樓價水平 其實已經絕細節 理論上大家計算一條數 就是向上空間大 還是向下空間大 未來賣樓的銷售情況會繼續增加 還是隨著供應人的增多 而令到那個市場的成績來不睹呢 我覺得這些是基本面 我們要分析的東西 就不是單單看息口的因素 所以如果在這方面 我們看是負面的話呢 理論上就算今次沒有加息 都不表示值得買地產股 那大師 你今天有沒有些什麼股份推介 今天我建議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2628中國人壽 近期內傾股就表現強硬 保費收益的增加情況 是理想的 而且中人壽來計 經過一輪的改革之後 他們那個新增價值 就是那些保單的新增價值 那個增長是上升的幾乎上升的 所以我想中線一點 其實內傾股現在是屬於超值的 undervalue的 理論上網的空間比較大 近期也走勢上 轉強勢 早過的指數出現突破的信號 所以我覺得中間指數可以短期持有 短期目標32.5元 長先 中線一點點 看回36元 那大師 你有沒有持有上述的股份 我持有中人壽的献身工具 好 今天謝謝沈振營大師 這麼詳盡的分析 下星期五 每週港股再和大家見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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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